你平常那时候总是想看我手机看我手机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原则 那是因为你之前你让我看 你后来就不让我看 我就觉得你心里肯定有鬼 因为我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人 然后比较有底线 我就特别烦别人去翻我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对我最起码的一个尊重 而且这件事我就跟你说好久了 而且我也从来没看过你手机吧 你没看过我手机那你瞟啥呀 你平常瞟了呀 你哪里哪里 你手机就放到这 那我意外头我肯定就看到呀 我平常也没有怎么看你手机嘛 那就是那次我真的手机没有电了 我就想拿你手机查一下资料 你手机没有电去接充电宝啊 你就非得看我手机 但是这又很顺手的事啊 这是不是我的规矩 我希望你能尊重我好不好 那我也是在你的规矩里面嘛 我就希望我们的爱情中带一点锋芒好不好 就不要老让我去为你付出好不好 恋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啊 我怎么没对你付出呀 我上课的时候没帮你寄笔记吗 我下课的时候没帮你打饭吗 那我谢谢你行了 你知道忍让只能成就一时吗 只有我们的公平才能成就一事 等我们真正分手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叫腐巢之下 安于婉婉吗 啥意思 就说等我们的爱情全国都崩塌了 我们两方都有责任 你不能全怪我 你不用 因为他现在全 所有说都在怪我 就会不有真意 你负用没用好吗 哎呀我这不就负用 我确实 我确实就这么想呢 我觉得我们两方都有责任 行行行行 我现在听得有点晕 我得问清楚啊 是这么解释 复巢之下哎呦婉婉 hein的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